各位央广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夏志平 欢迎您今天收听 也欢迎您收看 活力台湾这个单元 非常感谢您 夏志平在前一阵子 曾经看到了这样一本书 这本书带给我很大很大的震撼 书名叫做《拥抱思路》 它到底是怎么样一本书呢 让我们回到这个 活力台湾这个节目 一开始要做这个节目的初衷 有很多的听众 有很多的朋友 问夏志平说 这个节目到底要访问谁呢 我想了好久好久 我都告诉他们 活力台湾想要访问的是傻子 是疯子 他们都说为什么呢 其实你要怎么样去定义傻子跟疯子呢 很简单 也许这个人 也许这一群人 他们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他们不计代价 他们辛苦的付出 只为了要给世人 证明一件事情 那就是 也许他们可以证明 人类的体能是没有极限的 也许他们的理想是非常宏大的 这样子的傻子或这样子的疯子 就是夏志平想要邀请到活力台湾节目当中来当受访的来宾 而今天我们真的请到了这样一位 我必须说他是傻子中的傻子 是疯子中的疯子 我希望我们的受访者不要介意我这样说他 绝对不是在骂人 要跟您介绍我们今天的受访者 就是《拥抱思路》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地球探索保护协会的执行长张志龙 张执行长 执行长您好 志平好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是 谢谢执行长接受我们的访问 事实上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一边起鸡皮疙瘩 然后一边我在想 怎么会有一本游记 它的文笔是这么的好 那么它同时又能兼顾到历史的观点 它同时又可以兼顾到折难 克服这些磨难的一个很精彩的过程 都把它写得巨细迷遗 当然了 里面还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图片资料 要跟大家一块分享 这些我们待会都会请 执行长来跟我们介绍 不过执行长我非常好奇 也是我们听众想要知道的答案 就是这个行动 就是简单的来讲 其实就是用长跑的方式 从完成了这个思路之旅 这样一个我们嘴巴上也许说出来 大概只有短短的十秒钟不到的时间 但是我知道你们花了好长好长的时间 去准备它去筹划它 有关于这个行动 有关于这个计划里面的这些数据 我想先请教执行长告诉我们 我们的长跑是从去年 就是民国100年的4月20号出发 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堡 然后是在9月16号抵达 中国大陆的西安 全程150天 那我们在前程的规划 就是4月20号以前 大概是花了500天的时间来准备 包括募款 然后我们整个团员的招募 整个行程的规划 签证的安排 以至于到就是说 实际上路以后 我们所需要的设备 差不多每天十一处行都在路上 所以要去模拟要去征询 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们跑完之后 我当然还必须要对我的这些 sponsor要去做结案报告 那这整个活动的完成 应该差不多要到 今天最近才能算完成 因为没有错是撒子疯子的行径 不过很希望能够透过 因为这个是花了国际 跟国家各级很多的资源 那最重要就是希望能够 因为毕竟能够参加在路上 进行长征的人非常的少 所以希望能够透过这本书 能够把我们的所见所闻 以及我们在行径这块土地上 有的一个反思能够分享给大家 是 也就是说事实上150天的过程 的真正实现 但是背后其实长达了一年多的筹划 对 这些筹划一定遭遇到很多困难吧 这个困难 我看这本书其实从头到尾 都几乎都是在讲这些困难 对 因为其实是困难也是挑战 这个困难跟挑战 几乎就是做这件事情本身 你会呼吸到的东西 对 其实是任何时候都有 所以你就以个人来讲 就是你做这件事情就是要去解决问题 应付这些挑战 对 想必有很多人问过你这个问题了 当初这个点子在脑筋里面突然迸发出来的时候 是为了什么 是怎么样的灵光乍仙 我其实要有任何天外飞来一笔的构想 都不会太难 重点可能是在做那个决定 那这个决定的前身可能是 就是以我个人来讲可能就是对一个常态生活的叛逆 那然后做事做了二十几年 然后再来这个世间也四十几年 你总是会想就是说 因为你有一天还是会回到土地去 那在你没有知觉之前 你到底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能够留下来 不管是给自己的子女 或者是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下一代 对 所以当有这样的机缘 就我不能讲那个叫好好把握 就可能对到那一刻来了就不顾一切 就往前走 所以真正在实现的过程里面 你也没有料到原来这么的困难 对不对 对 其实当它真正来的时候 因为还有加上了体验 所以确实那些挑战会比想象的要大 所以我事后也常在想 就是说 秉持着所知有限的勇气 这个状态跟这个心态 其实还蛮重要的 就是说当你知道太多 你可能反而会害怕 或者是也许你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劲跟热情 对 是 各位阳广的好朋友 今天下支评为您访问的是 地球探索保护协会的执行长张志龙 警长在前一阵出了这样一本书 叫做拥抱思路 事实上谈的就是他号召了一群长跑者 当然还有后面的强大的支援团队 他们一共花了150天 那么走完了 跑完了这个思路 这个行程 刚刚秉持长一再地告诉我们 事实上 这是用闽南语来形容 这是龙大 然后更重要的是 这中间的磨难是非常的多的 好 这磨难多呢 多到我也许我们用十个小时来讲都讲不完 我想先请军长先告诉我们 事实上我知道在这个整个募款的过程当中 也是这个充满了曲折 在募款里面 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个部分 募款最难的是要面对完全的不确定性 因为我想也许大多数的观众或听众朋友都了解 就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在一个组织体系里面工作 那他有包括品牌 有这个资源 然后有一定的游戏规则 有预算可以去做 那对我从事这个活动来讲 我有一个花费的预算 那我有一个希望募集资金的目标 但是他的轨迹是没有办法从潜力可圆 那然后需要的经费又是这么的庞大 所以我其实用的方式是非常接近 也许跟卖保险的销售员非常的像 就是说任何你碰到的任何一个人 他你都要把他当成他有机会可以来帮你 那所以你就不厌其烦 而且也抛开以前任何 以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是其实还蛮怕生的 所以我朋友很少有人会认为 我天生适合来做募款这个工作 那所以你就秉持着诚心跟诚意 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在长达500多天 其实不止 因为我们连出发上路都还在募款 因为经费还不够 所以总共前后大约有600多天 对将近两年的募款里头 我每天至少口袋必须有 三个名单是我已经递了我的这个proposal 然后等待答复就是能不能赞助 不行马上丢到继续往前走 所以我这两年我名片大概有递出100 1000张左右 对 最后我得到30大约36个赞助者 是 而且这36个赞助者 我看到书里面写是 一开始你们就决定不要小额捐助 是 一开始就锁定是一个比较企业 或是一个大额的捐助 怎么会这样决定 因为我本身在企业工作20几年 所以大部分从事是行销的工作 所以对于赞助跟如何 以这种行销公关品牌露出的方式 来会馈赞助者有一定的概念 那小额捐款这件事情 可能对于我们整个募款来讲 应该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做法 因为这个活动的规格够高 然后从台湾出发 然后又有两岸 然后又是极限长征 又经过的是古文明最重要的道路 古思路 所以这些种种综合起来 然后又是一个国际团队 所以太多的元素 可以让这个活动 透过对大众的一个理念的沟通 然后争取很多人的募款 不过我们不做这样的考虑 是因为我们觉得 其实不管小额或大额 其实他们的心意的分量 是一样的重 但是这些 如果这些是成千上万的 这些小额捐款 他的赞助人 其实我们没有机会 去跟他一个一个做沟通 然后了解到他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期望 而且他们的期望 可能会包括从 包括连做人做事的态度跟道理 以及我们前进的方式 也许都会 有他们一个特定的观点 那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 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回馈他 所以我希望因为 这个活动 其实有太多人的帮助跟期望 除了钱以外 已经很多 我觉得这个人情在 应该也欠的蛮多的 所以最后我们希望能够 走出一个模式出来 就是说 透过特定对象的募款 然后我们能够给予很明确 或者是具体的回馈 当然这个回馈 永远没有办法 去跟对方的心意 能够相提并论 但是至少我们试着这样做 是的 事实上在整个募款 还有寻求帮助的过程里面 夏吉平那天去参加了 警长所举行的记者会 那么他光是在讲募款 或者说是寻求帮助的 这个对象里面 他就花了快一个小时的时间 其中呢 因为今天我们先与这个节目的 篇幅的关系 可能没有办法跟大家多聊一聊 事实上他见到了周杰伦 也见到了马英九总统 也见到了连战主席 是 这个这还只是台湾的部分 对 比较大的咖 是 那这个中国大陆还有更多更多 是 那这整个过程啊 我必须说 哇哦这个 哎 警长 募款的过程 还有寻求帮助的过程 并不比一节他们参与来得轻松 以心情的压力来讲 我没有办法替他们说 他们在跑步的压力有多大 而且可能性质也不太一样 不过确实对我个人来讲 募款就是整个活动里面 我最重要 我个人最重要的任务 对 不能放弃 只有继续往前走 好的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为您访问的是 地球探索保护协会的执行长 张志龙 执行长在前一阵子 写了这样一本书 拥抱思路 非常非常棒的文笔 同时呢 搭配了很多他们在 用长跑来 跑完思路这条路 所历经的种种 里面有丰富的图片 同时还有影像资料 当然了 这一切的过程 配合着执行长非常棒的文笔 已经跟我们的听众 跟读者见面了 那么夏子平是 我必须这样讲 这是一本 夏子平在这么几年来 看到很少见很少见 不但写得精彩 而且是能够给人 很多启发的一本书 事实上呢 这样一本书 目前也推出 也在跟 这市面上 跟大家见面了 待会儿 我们在下一个阶段的访谈里面 我们还要请执行长 跟我们多聊一聊 在最后 这个出发之后 有面临了很多的折难 好的 待会儿 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各位央广的好朋友 您好 欢迎您回到 活力台湾的协目现场 我是夏子平 在今天节目里面 我们为您访问 地球探索保护协会的 执行长张志龙 请执行长来跟我们聊一聊 《拥抱思路》这本书 刚刚呢 在前一个节目的 这个片段里面 我们请 执行长告诉我们 这整个行动 所耗费的人力 还有相关的经费 以及募款 以及寻求帮助的过程 而真正呢 经过了前面这样子的 一个繁琐的开始之后呢 在去年的 这个100年的 这个4月2号 整个队伍才真正要出发 事实上 出发代表了 整个旅行的开始 整个旅程的开始 但是呢 出发以后 事情却也没少过 这整个磨难 这整个折难 这整个 充满了冲突的过程 我必须这样说 可能胜过看十部的 好莱坞电影 我会这样子说 是单纯的因为 我看到这整个 由执行长所写下来的 这些书本的内容 他给了夏志平很多很多的启发 我想先请 局长给我们介绍 这一趟的思路的之旅 我们总共 历经了六个国家 依照先后次序 分别是哪些国家 我们从土耳其 然后经过伊朗 土库曼 乌兹别克 哈萨克 然后最后到中国 是 对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事实上我们看到了 在书本里头有好多丰富的图片的资料 对 负责拍摄的是哪一位摄影家 他是去年26岁 27岁的一个非常年轻的摄影师 陈若萱 若萱 对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因为当时我骑重机 然后我们在花莲大会时 然后他是我后座朋友的一个亲戚 然后有一天我们就聊起来 我就当时其实那个构想还没有成型 我就告诉他 我们有一个想法想要到死路 他听了就尖叫 然后就说我一定要去 我一定要去 你一定要找我去 对 那他刚好兼人那一趟大会时的睡 那他就发现 这年轻女孩子的想象力 跟这个努力工作的精神很好 他是女生 对 他是女生 对 他是我们全程 从头到尾唯一的女性 对 整个团队 是 而事实上在整个这个全程参与的过程里面 他的表现没有让你失望 没有 没有 对 对这个领队呢 或其他人可能造成了一些影响 因为 因为第一个女孩子在这个中亚穆斯林的国家 其实是比较不方便 是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一开始所有的观众可能会对跑者很有兴趣 对 然后 但是你过了三四天 你不能天天只在跑跑者跑步的身影 那一定要在往往前 往左往右 进入这块土地 进入到他们的生活 进入到历史的现场 好 然后能够 因为跑步比 远比开车或骑假大车要慢的很多 是的 那我们其实像土耳其 我们全境是25天 伊朗28天 那像中国有55天 所以时间够长 能够让我们有这个余裕去去做 刚刚我所提的这些的探索 对 了解 所以 这个 其实有这么多的成员一块参与 那除了若萱之外 其实里面有两位的跑者 我特别想要请执行长来介绍 就是 中国大陆有两位跑者一块来参与 对 我也觉得很好奇 怎么会在中国大陆这个部分 会找到两位跑者 而这两位我们要请您介绍 是 好 我们跑者 除了大家熟知的林毅杰 还有一位加拿大的Jody 那另外有两位跑者 一位是 在过去几年 在中国大陆100公里马拉松的冠军 叫做白斌 是 那另外一位是年轻的这个成员 他才也是27岁 跟若萱一样 叫陈军 是 那有两位 所以这两位其实是由中国大陆官方的推荐 因为毕竟整个旅程里头 有四位跑者只有易捷有世界极地长征的经验 所以他们很担心就是说 如果万一如果只有一名跑者没有跑完的话 最后也真的只有中国大陆白斌是跟易捷一起完成 其他两位很不幸的都都退出 中途退出 对 那这个我看到其中书里面有在描写白斌跟陈军 对他们个人在参与的过程里面 陈军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跑者 是 这个一边跑还会一边唱歌 白斌 白斌也唱 对 白斌唱歌唱得比较 陈军就很活泼 比较俏皮 对 一开始上路对整个旅程充满了好奇 觉得应该是来做一个比较长距离的交友 可是在整个跑 这个长跑的过程里面 几乎所有的跑者也都面临到这个伤害的问题 运动伤害的问题 是 幸好这个我们有随队的医生 对 来帮他处理 还有物理治疗师 身为这次这么带领整个团队的身份 要有很多很多的考量 当你看到这些 这些一天一天也许突然迸发出来的消息 这些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 我问题是一开始它来得太快 因为我们在土耳其 第一个就是第二天才开跑第二天 旧地就因为速度还有这个默契的跟其他跑者默契的问题退出 我想哇怎么这么快 所以你不免会想到我们到底能撑多久 才还没想完旧地退出的再隔天第三天一节就受伤 而且一受伤后来在大概第六 他越跑越慢越只能跑到原来速度一半不到 到了大概第六七天就完全停下来 而且大概休息了两天半 那所以你难免就会去想 哇这个要完成的这个 他本身背后的风险真的非常的高 真的一开始会担心我们到底能不能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旅程 光在土耳其前面还不到百分之一的行程 就对就已经困难重重 是 然后这个在整本书里面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摄影家 除了我们刚看到的两位跑者 这么多位跑者的问题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在整个团队里面 这整个团队有很多人对不对 总数大概有 全程从头走到尾的大概有15位 15位 一开始有四名跑者最后两位完成 然后我们有 他们会有运动伤害 所以会有物理治疗师 但是其实难听的就是按摩 虽然他是一个爱尔兰人拥有这个物理治疗的博士学位 那然后我们有 医生有分三批 第一位是从北爱尔兰来的 第二位是在土耳其东部以后加入是在澳洲 第三位是当澳洲人离开 那在哈萨克是一位韩裔美籍 那除了这些人之外你还有后勤团队 然后包括搭帐篷 包括怎么样在野外生活 那有一位来自台湾 一位来自大陆 那我们还有五位这个水团的媒体 有三位来自台湾 两位来自大陆 那再加上若萱大概有十五位 但是我们的十一住行都在路上 所以我们的营帐 睡电睡袋 然后烹调用具 医疗用品 全部通通都要在路上 所以我们有一部大卡车 来装载 那然后另外我们又有这个 要有跑者车 要有这个探勘的车 然后要有装其他这个水团人员的车 所以其他的车它有六部 所以我们在当地 我们还要有大约七位左右的驾驶 再加上会讲当地语言的向导 所以全部加起来每天在路上 一万公里 随时每天至少有二十五个人 哇 哇 对 可是这些所有参与在这个团队 对你们的成员 嗯 他们无疑的也为这个团队贡献了 他们原来该贡献的本分之内工作的 其他的这个很多的贡献 对不对 主持人提到这一点非常好 其实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工作 都是多工的 嗯 那 不可能有一两个人来打银杖 因为银杖数量很多 是 所以大家会一起来帮忙 然后包括采买 嗯 那 或者是要跟地方官员的协调 嗯 然后整理营地这些等等 其实 大家都要担任很多多工的工作 是 那尤其 150天 15个人每天都在路上 嗯 所以 其实是将近24小时都在一起 是 所以你 你其实每一个人 或多或少也都会有低潮 是 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好 然后当然 呃 最核心的是 抛则本身他们的情绪 是的 以及体力的这些挣扎跟挑战 嗯 也都需要很 需要大家很多的互相的鼓励跟理解 嗯 嗯 这些 呃 也许是总领队 也许是像 呃 这个 呃 向导 嗯 啊 或者是司机们啊 嗯 我我读到您的书的时候 在里面 其实 其实看到了很多很多 呃 人性的光明面 呃 呃 对 呃 我我这么说好了 就是说 其实做这件事情 他 本身的意义 不再创造一个台面上的英雄 嗯 其实就参与的人本身 因为我想他的理念是 呃 当然被这所有参与这个活动的人所认同 因为他们也都要跟我一样 是 呃 都要丢下原来的工作 嗯 家人 跟这个 呃 身边所熟悉的舒适圈 然后进进到这个团队里面 当然我可能时间比他们更长 因为我 签字作业就要开始出来 呃 呃 但是他们都能够在这个活动里面 找到 属于他们本身角色的认同 好 以及他们跟这个活动本身的一个 呃 对话 嗯 嗯 那找到他们自己的使命感 所以其实所有的人都 在这个活动也找到了他们一部分的自己 是 对 哇 真的是很不简单 各位军中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为您访问的是 地球探索保护协会的执行长张志龙 呃 张执行长他在前一阵子写的这本书 事实上是耗费了他 起码就是两年以来的这个 做的最重要的这件事情 我相信的这个书 呃 绝对不是他呃 整个行动结束之后才开始提笔去写 因为整个内容应该也是 也是每天都有记录下来 然后呢 到时候再整理出来 我想这整理的过程也等于是重新又再 跑了一次思路了 这 这是非常非常 怎么讲 呃 好像那个 replay 一样 重新在脑海里面再配过一次 对 的确是这样 不过说真的我沿路都没有做笔记 啊 真的 对 可是你可以写的这么 这么巨细迷移 呃 呃 其实我甚至没有全程参与 我不知道 就是因为 要募款 要募款 还有签证的事情 所以呃 一个是呃 留记录的方式有很多种 第一个是 我们的照片应该有超过一万多张 哦 那然后呃 我都有分门别类有日期 所以非常的 的易于去这个 呃 回头去去想爬梳 这这些 呃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啊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每一天我跟团队都有保持联络 好 那有一些状况也有透过email 嗯 好 的的方式来联系 那些倒是有留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摄影师也有 呃 在 不一定的时间点都有留下了一些文字资料 是的 然后再来我们每天经过的这个路线都有用google map筑记起来 啊 所以这这些种种资料综合起来 嗯 就 好的 可是最重要的是在写这个书的过程我相信你是放了很多情感进去的 不然我读起来不会这么的起鸡皮疙瘩 我觉得写书最重要的其实写书就是跟读者在空中 或者是在他阅读的那一刻跟你做对话 是 所以我觉得你要用完全的一个诚意跟非常赤裸的态度面对你自己才有办法跟读者达到这种相互沟通的效果 没错 我愿意在这段的访谈结束之前用书里面的一段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呃 主题长在这段文字里面提到了 呃 我原想思路是一条欧亚商路啊 它因为促进东西贸易跟文化艺术的交流 带来文明的多样性色彩 但是呢 呃 主题长他没有想到的是民族的迁徙流动和文明发展的兴衰交替 才是成就了历史这个思路他历史定位的根本动力 各位 你看到了思路的动力 而这个动力正在被这本书也就是张志龙执行长他们所带领的这个团队引动引发出来 而这样的动力呢 你看了是会很感动的哦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各位阳广的好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活力台湾为您访问的是地球探索保护协会的执行长张志龙 请执行长来给我们介绍呃他花了这么久的几段时间所完成的一项呃在世人看来也许是傻子也许是疯子的这样一个呃用跑步的方式来完成思路之旅啊 那麽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行动在我们看来嗯充满了挑战 充满了这个最后当他完成的时候其实是充满了一个呃呃欸完成的一个喜乐啊 我必须这样子来讲 因为呢呃在克服着整个魔难的过程里面其实他给了大家很多的启发 额我愿意在呃第三段的访谈开始之前呃 因为我们第三段要来谈一谈 这整个过程里面 最受到大家瞩目的一个 伊朗这个国家的形成 在伊朗这个形成里面 待会我们会请指导长来告诉我们 但是呢 指导长在这书里面就提到了 他说在伊朗啊 你的下一步 不是单纯的确认志向 和做决定就可以的 还必须能够承受 随时突如其来的改变 你的计划也必须跟着修正 甚至于是另起炉灶 这句话真的是 这段文字啊 也充分的告诉大家 在伊朗的形成里面 是充满了挑战性 不过我们还是要请指导长来告诉我们 充满了挑战 到底是什么挑战 当然第一个是 这个那个挑战可能算是比较容易 而且预知的啊 就是伊斯兰是一个 伊朗是一个秉持着 这个就是可兰经 教义里面所定义 包括生活的方式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然后道德观 价值感 等等来生活的一个 伊斯兰社会 那不过其实伊朗是世界最重要的文明古国之一 但是最近来我们所听到对于伊朗的消息通常是负面或者是神秘 处于战争的状态 其实伊朗本身并没有什么战争 那主要是它被这些欧美国家所经济制裁 然后跟外界隔绝 那当我更进一步去了解发现就是说 伊朗这个国家受到欧美抵制的时间 其实已经长达将近一百年 那其实这个让人会觉得很不舍 因为开始了这个 它其实就是石油的发现就促成了它苦难的开始 因为这个西方强权对于这个稀有资源的规律 那伊朗本身并没有办法去掌握它的资源 当它开始想要去掌握资源 把石油公司民营化 屡次遭到政变 跟这个外力强烈的干预 那今天大家可能会看到伊朗又要发展核物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一个国家在绝境里面 想要求生存争取一点点尊严 所做的一些比较激烈的表达 但是在伊朗国境里 我们在伊朗国境里头长达28天 是除了中国以外最长的一条国家的路线 我们在沿路所受到的欢迎跟热情的对待 是最高的 每一天沿路他们会用salam 也就是hello的意思 挥手或者是握手 甚至是拥抱 如果距离再远一点按喇叭的方式 向我们致意 不只是对跑者 包括我们去菜市场买菜 也都是一样 对有一天 很有意思是有一天我跟我们领队 我们领队是英国籍 因为伊朗被制裁开始 其实从英国 因为英国以前比美国还要强 在那个时候 对伊朗的强害也是最大 有一天我们要去 就到了第二天 我们要在伊朗的银行换钞票 结果当然 那个柜台 前面的人比柜台后面的人太多 都是前科 都是要换钞票 而且是要来跟我们换 在银行里面 我们以前想象应该你这个黑师 应该是在起卖隔壁巷 没有 他就在银行大地 对对对 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一开始 不过讲回来到那个现场 我们要去换那钞票 结果他们就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 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 他们对Andrew的兴趣非常高 我们领对英国籍 结果Andrew 我们的领略安德罗 他也知道他身份的敏感 结果有一个人就出来很大声地说 你是哪一国人 结果他就支支吾吾 他就讲 我的祖先是苏格兰籍 因为大家会 对英国人还是有差别待遇 因为苏格兰早期也受到 英格兰人的压迫 所以他刻意讲他是苏格兰 好tricky 他说好 那你的国籍是哪里 英国 完蛋了 对当场有人大声 就大声咆哮说 你怎么那么大胆 你敢大摇大摆地来伊朗旅游 怎么办呢 对没有 结果他正在支支吾吾的时候 就哄堂大笑 他说我们是开玩笑的 其实我们欢迎任何一个国家的人 来我们这里旅游 尤其你来自英国 可能对我们的误解更深 希望你能够好好的 享受在伊朗里面的行程 然后把这样的一个 你的所见所闻 分享给你的同胞 好好的澄清 世人对伊朗的印象 是 这个就像当时 我为了申请伊朗签证 我单独复会去找 伊朗国家奥会的秘书长 那我请求他给 第一个直接帮我们办签证 第二个就是全城军警戒户 然后第三邀请伊朗各地的运动员 一起来陪跑 结果讲完 他说 执行长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我说请说 然后他接着就说 伊朗是一个最受识人误解的国家 希望能够透过你们这28天的行程 您跟您的摄影团队能够把 伊朗美丽的自然风光 以及人民的友善跟热情 让全世界知道 对 其实听了心会痛 我们当地的向导 是一位女生叫Dina 那他本身拥有旅游的这个硕士学位 他本来接下来 他昨晚似乎就要去法国 去继续进修 希望拿一个博士的学位 他希望将来是要回到伊朗 虽然伊朗对女孩子的环境 其实是很不自然的 但他热爱他成长的土地 但是结果又因为这半年来 英国美国为主对伊朗的制裁 其实让他这些计划 赶不上大环境的改变 我们来讲 我们是小环境的改变不断 大环境可能会停留相对的稳定 所以有时候甚至对环境会有厌倦感 他们是大环境的改变的速度 跟剧烈的程度远远超过个人 因为其实个人就是在一个非常闷 而且你没有能力去做太多改变的情形下 所以他的出国的机会就必须要被打断 然后旅游业 他从事旅游业大受影响 对 伊朗是我见过在沿路思路国家里面 人民在文明或者是知识程度 最高的一个国家 所以你可以想象那种郁闷跟挣扎 不是外人所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他们是非常友善的 对 非常友善 非常热情 但是却在整个长跑的过程里面 却也是在伊朗发生了 一件大家不太愿意看到的事情 对 就是去年6月6号端午节 这件事情结果消息传回来的时候 我记得上到媒体的头版 这是非常大的消息 是 中毒事件 是 中毒事件 因为我们 伊朗是这样 就是一般我们在外面世界 所能够有的娱乐 它差不多都没有 都非常少 包括跳舞的地方 或者是流行音乐 然后他们当然对媒体有很多的管制 所以其实是很难有出路的 所以可能年轻人吸毒的现象 蛮多的 那我们很不幸 我们其中一个跑者车司机 就有这样的习惯 那后来被当地的向导发现 于是要开除他 那他在离开的前一晚 也许是基于侠愿报复吧 对 所以就把它在吸食的东西 放在我们泡泽的饮用水里头 OK 不过 所以我们因此行程 耽误了一两天 不过之后很快就恢复 又回到我们的路程 是 可是后来就说 事实上这整个 这虽然是一个小插曲 但是仍然是没有影响到 伊朗其实原来要带给这一群 来自台湾 来自全世界其他各地的朋友们 他们的想法 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 其实传递的讯息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伊朗的这个印象 不是大家所想象的这个样子 我特别要把 只想在这本书里面 所提到的这个冲突 有一段文字 我也觉得很精彩 我来念给大家听 这些上层璀璨文化 外有强势力量抵制 内有严密规矩的种种历史 和环境的包袱之下 我的伊朗朋友们 要如何找到生命的出口 在纠结扭曲的氛围中 我们要如何排忧解闷 求得心灵的平衡 各位听众 我们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随处都可以看得到 执行长用这样用心的笔触来告诉大家 你所面对的环境 不管是有多么的冲突 不管是有多么的大的挑战 但事实上 我们都可以 靠着信心去迎刃而解 这是一个我看这本书最大的感动 不过最后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想要请教警长 就是说 嗯 成如你刚刚所讲的 这个 一开始告诉我们的 其实会有这一次的行动 是一个对常态生活的叛逆 这也给了 夏之平 或者是给了我们所有的听众 跟观众 很多很多的启发 你是不是每天都还在这样一个 也许是无聊 也许是 这个 这个专一 不能讲专一 也许是一个常态性 也许是一个 你索然无味的生活的形态里面生活着 但事实上你要怎么去突破呢 怎么样去定位这一次的探索旅程 这会是提醒我们的听众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point 所以我想在最后这几分钟时间 我要请警长告诉我们 如果说有人要问你说 这一趟旅程带给你最大的收获 或者说 你要启发一些 其他年轻人的想法的时候 你会告诉大家什么 嗯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 嗯 我套句范骨讲的话啦 就是说 你是否能够满足于 维持每天平顺 但是拥拥碌碌的生活 嗯 这个可能会 这个是每天都可以去问自己 嗯 那第二个 我觉得当然我个人的学习是 真的没有什么不可能 其实随时都可以上路 那你 没有错你所受的训练 包括规划 嗯 包括逻辑思考 包括你的专业能力 这些都很好 嗯 那你 其实人有时候 你在一个大组织久了以后 你会想说 你究竟有没有办法 靠自己的能力 去走出来 嗯 这不一定是经济上的 也不一定是专专业上的 是 好 而是你 扪心自问 跟自己有诚恳的一个对话 就是你想要做什么 嗯 你能够做什么 然后你能够带给大家什么东西 是 对 那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不要害羞就是由自己做出发 因为这个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你终究是会问自己这些事情 嗯 对 今天我们跟您介绍的是 《拥抱思路》这本书 我们的受访者 张志龙执行长告诉了大家 其实人生没有什么不可能 嗯 真的是这样 我 非常非常要在节目结束前来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 如果你现在正困扰于 你的环境带给你的这些不顺遂 或者说是 也许你觉得 你的人生是索然无味的 好 没有关系 我真的是求你 呃 来看一看《拥抱思路》这本书 我愿意最后啊 再来分享一段 呃 执行长他的话 执行长说 这段旅程最叫人铭记于心的是 跨越繁离的对话 毫不保留的拥抱 惆怅同气的共鸣 和扶持相挺的鼓励 就是这些记忆 呃 刻印在我们的灵魂深处 抚慰疲惫旅人的心 让我们勇敢的继续前进 不论是在思路 或是在人生的道路上 各位 我必须说 呃 这一次访谈 嗯 夏志平是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经验 同时大家看到 如果是影音频道上面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夏志平今天穿的不再是西装 不再是领带啊 而是 这一次呃 整个这个 思路的这个 长跑活动里面的这个T恤 当我刚刚在穿上这件T恤的时候 事实上我是 有起鸡皮疙瘩的 这代表我 某种程度 间接的参与到这个活动 我非常谢谢 呃 指引长给我这个机会啊 我们也非常谢谢指引长来接收访问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啊 在你人生最绝望的时候 永远这本书会陪伴着你 拥抱 思路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指引长 谢谢志平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观众 谢谢观众 谢谢观众